是完全沒有課本上聽的 而且也一半是跟Complex跟Rial有關 可是希望你有一些基本的經驗 因為這個Complex跟Rial都是現在的關係 其實日後會 假設你初學在學校 在某些地方會 有可能會困惑的人 那這個困惑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談這個Linear Algebra 最常談就是Linear Space Over Out 我們基本上是以這個當例子 當作最自然的例子 但其實在下面下一個自然的例子 其實Over C 因為一般來講這個是比較容易理解 那當然在考量的人還有其他的Field Out 那再說 所以這個C 有時候當作一個T 也就是說它當作Scalus 就是層層的那個數 這樣子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這邊在談這個Linear Space 那你仔細檢查C 那C其實也是一個Linear Space 所以C本身也可以想只是一個Linear Space 然後Over Out 你甚至可以把C想成一個Linear Space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C的這個Space 或者說這個Scalus 它有兩個角色 那這兩個角色有時候在處理的時候 尤其像我們在談 像我這次的C 你在做的 你有時候會有點混淆 有點混淆 它中間的角色到底是哪一個 那有時候我們在談的時候 你像Scalus C在做 但是有時候你在談這個C 其實整個C的Over Out 譬如說我們上次那個證明 我們在證明那個 你在Complex裡面把它Diagonalize 那這個時候呢 一方面你在Matrix 講的是CN到CN 然後就是Over C 去做 那我們在證明 譬如說你如果你是 IgValue是時數的時候 那我們那時候講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說Landar是real 然後 Over C的這個 Egentspace 跟這個 普通的 Over R的 Landar的這個Egentspace 中間其實有個關係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是Ejection 這地方呢 有個projection 這個projection的定義呢 是Omega的定義道 這樣子 那這個Elanda 因為這個地方送進去 所以Elanda可以想成是在這個裡頭 所以是Elanda C裡面的一個subspace 那我便沒有說 這個subspace 是Oversea 還Over R 你可以檢查一下 我想一個是Over R 然後 Omega呢 送到這邊來 那你們注意到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這個Omega 跟OmegaBug 這個OmegaBug 是一個很特別的operator 在Oversea的space裡頭 OmegaBug 其實不是CN Conjugation不是CD 那這剛好就是conjugation最重要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conjugation 其實它的來源是在於 你作為complex number 你是用C這個當作虛數單位 還是用-C當作虛數單位 中間有個ambiguity 我上次有強調過 那你為了要去理解中間的ambiguity 你必須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它中間有個對稱性 A加BI跟A-BI 你中間有個對應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Oversea這個整個體系裡 有一個很重要的signature 有個對稱性的來源 然後主要就是 這個感覺跟A-BI就是在談 你是到底用I當作虛數單位 還是副I當作虛數單位 中間的一個映射 這樣子 那因此呢 真的OmegaBug 絕對不可能是C-linear 那當然你的說明是很簡單 通常你在說明這件事情 就是問題要看 因為C-linear最重要的特徵就是 你看I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有個映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C到C 那普通任何一個complex number A 也就是說把Z 送到AZ 這是一個 從C到C的C-linear map 那你要檢查到C-linear 最重要的你就是檢查AI 會不會的IA 那在這個情況非常無聊 因為複數的時候可以交換 那如果是一般的C2到C2 譬如說在C-linear 我又補定一個J 那這是用001-1 這是一個real matrix 但是你把它想成C2到C2的映射 那這個J這個映射也是C-linear 那你要檢查 就是檢查0-110 雖然一般來講 你要檢查的是一般的複數相乘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I 譬如說你一般是ZW 要送到這邊來 那你就檢查I乘上去的時候 跟它是不是可以交換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舉證來講 它相當於 還是我不要點舉證 我就點成這樣 I指進去 然後這樣子 到底會不會等於 0-51-110 TI 好就把它提出來 那你在檢查一個Mail是C0 事實上你就是檢查I的成暖 他們的交換 就不影響 但是在做conjugation 我回到這邊 你現在做conjugation 從C到C 這件事情在你取I跟不取I 剛好相反 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是指 如果你是C0的話 你應該要滿足I Z 要等於I Z 應該要滿足這個事情才對 你就是說你先乘以I 再做conjugation 跟你先做conjugation再乘以I 這兩個應該要一樣 但它就是不對 因為我們照這個運算來講 到這邊是把I要取放 變成不Iz 所以 所以這個 感覺根據這個事情本身 剛剛好呢 就不是一個C0的Mail 所以這個Mail本身 本身不是C0 你要記得 所以他就要說 我們上次這個證明 整個的架構 其實是overle 我們是談說 這個東西想成一個real space 這個想成一個real space 然後我們談中間的關係 OK 那 所以我在習體裡面呢 我算了滿多例子 去查理這中間的關係 那這中間有一個事情是 我當時在決定這個記號的時候 我不是很確定這樣學術得很好 但是 它裡面最重要的事情是這樣 我用C為例子 也就是習體 第一題開始跟這個有關係的時候 C 然後呢 這邊講這個Z 去乘它 那這個是 一個Map 我剛剛寫Z 寫某個副書寫A 去乘它 好 那我想成是一個linear space C現在是一個linear space 我現在要把它解釋成 二維的real space 所以呢 它有個co-linear map 以前的記號是寫C 然後送到R2 所以應該寫C C C是co-linear 這樣子 到R2 然後這邊呢 有個相對應的矩陣 以前我們就寫成A 然後這樣子 就是抽象也寫B到B 有T 然後你有co-linear map到RN co-linear map到RN 然後呢 這邊有個相對應的矩陣表示 以前是這樣寫 那 我們在奇體裡面做 其實就是這件事 但是我當 我當時用的記號是用A A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寫成AA 我想這樣子可能會比較特殊一點 你可能比較好處理 因為其實這樣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太受傷 那但是我不太確定 所以我今天跟你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就是這件事 所以舉例來講 那奇體裡面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要你去算什麼A1 Ai A A加pi 那這個意思其實是說 你把它想成就是1的乘法 你在這邊的表示會是什麼 所以這個其實相當於你要去做 1的矩陣 I的矩陣 A加pi的矩陣 當你想成是這邊的一個映射的時候 想成一個映射的時候 所以取最重要的例子 就是這個例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把它寫清楚 所以 Z到C 好 那我當時在 其實上我這邊有定一個T 這個T其實這個口有點 因為我不想把它變成抽象的寫法 我就定義成這樣子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邊有X加上Yi 它就把它印到XY來 好 譬如普通高斯平面 你取成X加Yi的時候 我把它想成是平面的時候 它其實座標就是XY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這樣子 寫到旁邊 XY R2 所以這邊這個Map也是 就是X加Yi引到XY 然後這邊呢 是I的乘法 這樣子 所以你仔細寫一下 我把這個寫一下 就是一般的Map X加Yi 然後送過來變成XY 現在我透過I的相對應的矩陣 應該要得到這邊的結果 但這個結果呢 其實是從我上面的映射來 所以是I乘 I乘過來變成-Y 加上XI 所以變成-YX 因此I這個矩陣只好變成001-1 這樣子 那所以 譬如說A加Bi就會引到 Aa B-B 這是我們上次在講的那個 你在做對角化的時候 時速的時候 對到標準的矩陣的寫法 這樣子 那這個精神 完全而派在所有的 這個問題裡面 就是從 從這個題目開始的往後 因為後面 我解決是要後面做的事情 那這邊的下一題呢 其實就是討論Conjugation 講到這個Conjugation的時候 到底你要怎麼樣去理解它 那這邊有 有一個Ambiguity 所以要小心一點 第一個是說Conjugation 你把它想成 這邊有一個Conjugate 那C到C這個Conjugation 本身不是C Linear 但它原來是R Linear Conjugation是R Linear 你可以解開玩笑 所以 這個送過來 想成是一個 Overreal的Linear Space 沒有問題 然後你還是可以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會有個Bar的Map 關於Bar的這個 相規的矩陣 那反正你用看就知道 這是X加Yi 送過來變成X-Yi 因此是XYi 因到X-Yi 所以這個矩陣呢 其實就是1-10 好 那就是 這個就是 題目上要寫的B 這樣子 就是Near Conjugation 我要寫B 好 那 事情好像結束了 但是呢 下面一個是這樣子 就是我想要理解 我發現 從這邊來 那下面一個是 因為我有Z的時候 我有這個Z 所以我想要理解Z-Bub 理解這個東西 就是Z會有一個相對一的矩陣 那Z-Bub 會有一個相對一的矩陣 那如果我知道這個矩陣 請問這個矩陣怎麼計算 意思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想很多人直接 所以我故意把它寫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 所以你會想像 好像是把Z加Bub 再取那個矩陣 這樣子 所以有點像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先取B這個映色 就是你可能誤以為 它應該是取的B Z 就是我先取B 然後再去取那個映色本身 然後這樣就得到答案 你去檢查 然後發現不對 它實際上是不對的 那原因是因為 真正的答案是 這個其實是等於B Z 好 其實要寫成這樣 所以注意到它其實真的很不一樣 那當你取Bub的時候 這些東西的做法是很不同 所以B這個角色 是很特別的 就是它你做了感覺Gation 是很特別的 那這個原因 其實就從普通的計算 你就知道 好 當你Z bar乘以W的時候 其實會等於Z 乘以W bar再加Bar 其實是這個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Z bar乘以W 是我要表現真正的矩陣 你要做的事情 是要先把W 先做Bar 然後再做普通的Z 乘過去 然後再把結果 再整個做一個Bar 所以剛好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你先把 你要乘的時候 先做B 然後再乘 然後再做Bar 這樣子 就把它轉換 嗯 這個東西 我現在講 等於是先把答案跟你說 回去開始檢查 看看意思差不多 是不是差不多 這個意思 對 那要你們交的齊題呢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這個事情 擴張到C2 到C2 然後使用矩陣 Gd 0.1-1 這樣 這個矩陣 雖然跟這個矩陣是一樣 但你不要搞混 這個矩陣是R2到R2的影射 這個矩陣這邊 是從C2到C2的影射 Space是不一樣的 OK 那我們曾經談過 因為它有正I跟負I 兩個I跟Vax I跟Value 其實這件事情也很有趣 就今天本來是從我們 在做I的影射的時候 所得到的這個矩陣 那這個矩陣的 I跟Value為什麼冒出負I 正常跟我以前講 這Emequity有關 就是你把這個東西想成是 你決定付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從I所得到這個 但它隱含的裡面呢 因為I跟Value 你把想成是這個矩陣的 隱含做到0Formation 它就是兩個 你都會出來 你如果用負I去做 你會得到 0-1跟1 那它的I跟Value 仍然是I跟負I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 這個I跟負I這個東西 到底哪一個要當作虛錄單位 這些事情 即使在這裡面E 它也無法決定 因此它明確兩個都出來 你可以這樣想 這是裡面一個比較 你可以想成它裡面的意義 這樣子 好 那先不管 所以在C2跟C2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I 然後 C裡面的 I跟Space 有一個負I 負I C的I跟Space 那這個行題主要是在講 這個I跟Space 我怎麼 直接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那這個做法 看起來有點神奇 那其實看到在後面 譬如你們學負辯的時候 某一個形式的說法裡面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 我怎麼樣知道一個J 當你想成I跟負I I跟Space 我要怎麼樣去談 而且中間能有一個 對應 這是一個Isomorphic的對應 那如果從剛剛的Philosophy I跟負I也無法區分 這兩個東西鐵定要Isomorphic 其實這兩個中間不能夠有任何的 你可以看出來不同的這種東西 意思是這樣 而且它中間所透過的關係 就是透過Bump 這邊的Vectant加法 就在到這邊 這邊的Vectant加法 會做過去 因此大這個對稱 基本的對稱性 把這兩個東西交換 那 但這裡面這個 很多東西不是現在 我說一說 你馬上可以 掌握到 你現在比較適合做的是 把習體拿出來 你就好好把它做一做 然後把這中間的關係 把它研究清楚 最後一個習題是在談C2 精神上跟這個題目完全一樣 就是 我現在把C2跟R4 把它Identify起來 或者說 我把R4去成C2的口點 因此我在C2上面 有一些基本的運算 我怎麼表現在R4到R4的運算 這個有點多 我就是把它當作一個例子 因此在這個例子之下 我希望你可以感受到 像C2跟R4 或者甚至以後的CN跟R2N 中間它反正就是有一個很基本的關係 你可以用非常類似的方式去思考這些問題 避免以後 因為C的關係 有時候你會混淆 有時候混淆CN跟R2N中間有一些東西 你會把它搞混掉 但我不希望除了這個習題以後 本來你沒有混亂變得更加混亂 我希望不會這樣 照理說應該不會 好啦 所以我先提一下這個事情 好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進入第八章 我們的書呢 有三小節 八十一到八十三 那每一小節都可以爆炸成好幾個透明 可以看 那這個書只談最重要的部分 OVERY 演員最重要 他談的的確都是重要 不要錯 從這個八十一到八十三 但是我們也顯然一定要補充某件事情 才能滿足這個最新的C的文章裡面談到一些事 那有一些東西其實是還滿重要的 在他上這個 我講這個課本來上這個課 到這個地方 你看他對那個複數的釐清 你就知道說他的學生 一般美國的學生 對複數不是很了解 那這不奇怪 因為能了解複數本來就很少 古代人其實完全都不懂 所以他們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顯然沒有做很多 沒有辦法做很多複數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在高中已經學了一些 其實你們現在學的複數 也比我們以前學的複數要少 所以你們大概就是 至少是熟悉 就是熟悉做這些運算 雖然還是覺得複數很奇怪 但不管怎麼樣 因此我們就可以多談一些東西 所以我上課的方式基本上是這樣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這個每個topic後面 我都會 這個每一節後面 我都會大概跟一到兩個topic 就去談 把他這事情談得比較完整一點 呃... 那... 好 這張主要的主角是Inner Polar 就是又回來了 我們學完Inner Polar以後 出去繞了一圈 那現在又回到Inner Polar的狀態 那我已經提過 有Inner Polar 通常的意義就是 你開始進入比較幾何的狀態 就是... 呃... 因為有Inner Polar 你就有長度跟角度的概念 所以你在理解上 通常 通常 我當然不能確定是所有人這樣認為 通常大家會覺得比較容易看出來 因為幾何東西是比較容易看的意思 那... 所以... 回到Inner Polar 我們談的第一件事情 是他跟... 這個Divore怎麼來的錢 有關係 也就是我們全面學了這個對角化之後 呃... 我現在沒有要馬上去處理一般的矩陣 就是說我們已經知道說 有一些矩陣可以對角化 但是顯然也有一些矩陣不行 所以我照理說應該下一步就開始去處理這個... 呃...可能不能對角化的東西 呃... 但是事實上 在對角化裡面 還有一個重要的透明 就是我們這一張裡面要談的透明 這個透明重要到 呃... 如果你真的只能選擇一張 譬如說新一代數只有五個一半 哦... 不是有一年的話 然後哪一個一定要交 那這張是一定要交 哦... 所以換句話說你可以知道 就是這張的東西其實是重要的 呃...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 不能夠Diagnolization的那些東西 移到... 奇莫塔之前 移到透明去 那我們就是專注在 尖臺環這些透明 呃... 呃... 那什麼叫做Inner-Polar跟党男女的關係呢? 簡單一點講 其實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就是... 什麼樣的matrix 真的是... 什麼樣的矩陣呢? 額... 就是... 呃... 什麼樣的矩陣呢? 我可以用... 呃... 什麼樣的矩陣呢? 然後再把他對角化 這個Sogon的矩陣是什麼 就是Sogon的矩陣 就是S滿足S stop S等於I 所以他就要說呢 我就是要討論A 假設我有個A矩陣 我想要知道 ST 那以前當然我們這邊取的是S-1 但是因為 我如果取Sogon的矩陣的話 那因為ST就等於S-1 所以有時候寫成ST A S 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當然是因為這個Basis特別重要 因為 Orsonomal矩陣的 航向量構成 Orsonomal Basis 所以換句話說你在看待這個事情就是說 我想要看待 什麼樣的矩陣 我從眼睛上看起來 因為它是Orsonomal Basis Orsonomal Basis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普通的Rn的矩陣 你做旋轉 或者做 症的reflection 的時候 你還是得到那個矩陣 我們稱為Orsonomal Basis 那因此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表示你只是把它做旋轉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有一個 假設你有一個映射是Landa 我們把它寫成 譬如說Landa1 Landa1 我就取去例子 譬如說這是2 1 2分之1 假設是這樣 那 那 從俱進映射的觀點 我已經寫得這麼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在普通的X軸跟Y軸 或者說E1跟E2 上面 我的映射呢 就是把這個地方把它成為兩倍 直到這裡來 那這個地方是把它變成原來的一半 這樣子 所以我映射完之後呢 這個地方會加長 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地方縮轉 所以整個映射產生一種往右邊拉開 但是往上下往下壓的 這個形變 這樣子 那這就是這個新映射的意思 就這邊拉開 這邊壓下來 那但是 我不見得是從這個角度看 因為所有人把這張紙拿在這邊 大家一起看 從這個角度看 從那個角度看 所以大家看到的東西呢 其實會變成 有可能是 其實這個第一個走在這邊 第二個走在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 這邊是兩倍 這邊呢 變成原來的一半 那我們通常把這個視為一樣 就是原則上 我們應該把它視為一樣 那因此 我們在談 Othonormally Digonalized 意思 意思是說 到底哪一個線性影射 我寫成RN本來的那個 矩陣的樣子的時候 其實本質上 它跟對角矩陣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是因為我剛剛的例子就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二階矩陣 ABCD 其實你把圖畫出來 你會發現呢 它本質上就是這個 但是可能它長出這個樣子 就是它把它做了一個旋轉 或者說它做了一個reflection 那看起來就是一樣 這樣子 因此 這個地方談的 就等於是說 我想要探討什麼樣的矩陣 它實質上 就是對角矩陣 這比較強 這比較強 我所謂的實質 就是幾何掌握眼睛看起來 就是對角矩陣 那這個跟你普通 隨便選一組 是不太一樣 那這個我們從以前 譬如談projection 什麼叫osalconprojection 跟projection是斜的 其實意思是類似的 我們可以把projection想成 正式來講 應該是osalconprojection 所以在某些角度來看 你如果做好一點的話 你只是旋轉的話 你看到就是做一個projection 但是它其實是旋轉一個角度 那還是正式的正交的投影 那這有一些廣義的投影 事實上是斜的 那個斜的呢 你只要把basis取好 它還是會變成看起來好像是直的 但是這個意思是說 你取了basis 你已經透過basis 你就把它扭過來 那意義上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事情 集合上的意思就是 我去談實體的對角的矩陣 那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去看這個 這有很困難 所以我把問題再來 寫清楚一點 就是我要談s inverse as 這樣子 但是我的s呢 要滿足st 我就是談這個問題 那到底哪些矩陣是對的 那這個常用的一個方式 其實你要探討這些問題 其實還滿常用的一個方式 你把它倒過來想 所以你倒過來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如果 你先談它的necessary condition 因為如果你滿足這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a 然後你滿足它其實是對角化 其中st 就是a s總i 想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就得到a呢 其實等於s a s inverse 是當然 你覺得a呢 必須要寫錯 就是a必須能夠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s inverse 其實就是st 所以它其實是s lendar st 得到這個4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a可以 orthogonally 把它diagonalize a其實一定要可以寫這個樣子 的這種矩陣 那這個矩陣有一個很明顯的性質 為什麼 因為s 那你做transport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變成st lendar s 那因為lendar是對角矩陣 剛剛好 有特殊性 所以它剛好給它自己 嗯 寫翻 st 寫翻 好 都要這樣子 那我把這個叫做a 所以這是at 這個能寫個a 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能夠寫成這樣子 其實我得到的結果就是 at 比較等於a 所以我要這個結果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從 我本身的問題 我本身的問題是問說 什麼時候可以 我送往來 因此我就先看 我就先看我送往來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性質 結果我送往來你發現了 那個a至少一定要保證 它是一個smetric 所以我得到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 就是說如果這個問題成立 那麼我們得到a呢 a一定要等at 好 就是smetric 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說明的是 這個necessary condition 其實就是smetric condition 好 也就是說我們要宣明的定 滑下那邊 按個滑下那邊 好 可以對調畫 那 你要注意到 這個裡面其實還蠻強的 好 因為我們在現在這個 這個情境裡面 彈最小 其實彈的是real的 我並沒有說 我並沒有說 這個裡面我在involve complex number 那 當我們把問題寫成這樣 然後把它導出 它是smetric 這個事情是簡單的 但是你如果知道它是smetric 你要導出來說 它一定是diagonine 其實你現在回想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好 如果這件事情真的是對的 我們應該要證明 譬如說所有的eigenvector 你可以譬如說把它 那 垂直 Orsonomal basis 意味著你能夠找到 互相垂直的basis 那你如果能夠找到 互相垂直的basis 你再把它處理它的長度 就叫做Orsonomal 所以其實重點不在長度 重點是在於 你能夠找到垂直的eigenspace 譬如說 或者至少eigenvector 你可以看到 是垂直的 那垂直這個概念 再沒有involvector 你各位沒有 所以我們在過去 在談所有的diagoninevector 裡面都沒有出現這件事情 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eigenspace 中間是不是垂直 但是因為一開始有inner hold 所以 那因為我要把它表示成這樣 我要取的basis 是Orsonomal 所以你要垂直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對eigenspace 要有個處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你如果全部都能夠diagonize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你其實是split 就是說你的eigenvalue 其實不能夠有complex number 一定必須要split 那這個聽起來有點厲害 就是說一個symmetric的提升 為什麼它 它的eigenvalue 絕對不會有complex number 就是不會有non-trivial的complex number 一定都是real number 這樣子 這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為什麼geometric multiplicity 要等於great multiplicity 那這件事情也要處理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你要得到 那個生意反應也是很簡單 但你反過來要做的時候 你要處理的事情還蠻多的 那一開頭有點 嗯 還不曉得 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 我們就按照這三個 三個步驟來處理 這三個步驟裡面的第三個步驟 必須用到一大群 因為它用到一個比較深的 就是symmetric們矩陣的結構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我要先處理 這個eigenspace垂直的問題 好 先談 其實我應該先舉個例子 先讓你看一下 我先舉個例子給你看一下 因為例子其實應該都很簡單 但是我怕你剛剛前面 我用嘴巴講 擔心你沒有清走我的意思 好吧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用書上的例子 這是一個symmetric matrix 然後呢 FAT 對於T女方解交上CLand 相當開始4 所以得到 T 所以得到 這個點 3分化 所以Land 到0.3 Land 到0.4 1 2 2 2 4 4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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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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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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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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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懂,就是我剛剛在講 其實重點是在 你能夠找到 eigenvector 互相垂直 那關於 eigenvector 彼此的時間是不是垂直 如果你是在同一個 eigen space 譬如說你的 ELANDA 那 ELANDA如果維度比E還大 你就說它可能超過好幾維 但是你如果確定 你要的是垂直 在這種情況,垂直倒是簡單 因為你等於是同一個 space 然後我要找出這裡面的 一組 orthonormal basis 我就說針對 ELANDA來講 那這很容易,你就用grangement 隨便做得多 意思是說, ELANDA就取一組 basis 然後你用grangement你做 你就得到 ELANDA一面的 orthonormal basis 所以 重點是 ELANDA跟 E mu 中間為什麼垂直 重點是這個 就是我先到我們等於Nu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至少至少 如果我要達到我剛剛做的事情 我至少至少一定要確定 所有的相異的 eigenvalue 彼此之間的 eigen space 一定是垂直 這樣子 我不曉得它是會不會滿 因為那個是 會不會相等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樣 至少我一定要先確定 所有的 eigen space 彼此之垂直 那如果它彼此之垂直之後 至少我可以把所有 eigenvalue 我能夠列的全部列出來 在這部分裡面 我至少確定 它一定可以找到 Orthonormal basis 因為彼此之不相隨之 然後各自找到 各自的Orthonormal basis 一直湊起來就找到 一整組的 Orthonormal basis 那時候你再去煩惱 它會不會是全部 的問題 這樣子 好啦,所以我們就來 來處理這個問題 有害怕的問題就是 要證明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是要證明這個 proposition 好 那這面有一個 我像你前面很記得 有個C題 我把這個C題 現在把它通美成這樣 我們知道 A的transport 跟A 有一樣的 eigenvalue 有一樣的 eigenvalue 有一樣的 eigenvalue 我就直接寫 他們共享一樣的 eigenvalue 但是 eigenspace 當然 沒有任何道理要影響 那我們前面有個習題 如果用現在的language寫下來 大概是這樣 如果lander不等於mu 則 at 則 e lander a 就是 a的lander的 eigen eigenspace 會垂直 e的 a transpose 的 mu 這上次有個C題 那我先用這個language來寫 寫下來是這樣 這面我還沒有談 這個 它是不是 AA的圓 就是simmetric 沒有 這個是對一般矩陣 就是一般矩陣 你考慮它的lander的 eigenspace 跟你考慮它的transpose的 mu的 eigenspace 如果lander跟mu不一樣 它一定是垂直 這樣子 那 那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 這件事情如果是對的 好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假設是simmetric 這樣 那既然這兩個一樣 你怎麼就得到 e的lander a 隨時 e mu a 好 這樣子 那我故意繞這一圈 是因為 其實你們應該要知道這件事 就是 一般矩陣 a跟它的transpose的 eigenspace 其實是有這個關係的 就是它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它中間是有關係的 但它中間那個垂直的關係 就是有點習慣 因為各自 各自在處理各自的事情 有點像這樣子 但是至少在這個地方 你馬上就看到 如果一旦你是simmetric的話 我剛剛就去圍繞症的界面 這樣子 所以這個引操 所以我乾脆我就來這裡這件事 把它當作CT解答 好 謝謝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假設 這個 u 屬於 a a b 屬於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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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呢 我就考慮 a u b 餓 我要做一個像話 一切是一樣的 a a u 我考慮這個東西 考慮一個這樣子的稱號 所以A乘上U 然後VT乘過去 是一個普通的metric的稱號 這會是一個number 右邊來看 VT 你把它想成是AU 所以這是VT Land up U A U Land up VT U 然後這個式 然後相同的 這個地方 我如果把它圈起來 然後圈起來 U 這個地方等於AT B Transport 乘以U 好 我們已經假設V在這裡頭 所以我們得到它就等於μVT U μ不管這個事情 好 這就是這個式 所以Land up只要跟μ不一樣 Land up不等於μ 則 這個等不等 這樣子 所以一就證明 我是特別提這個 是因為我們後面 要開始講一個類似這樣的推廣的時候 它必須用這個架構來試 才會清楚 所以 我才故意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必須要在一個 稍微廣一點的架構下去 看待這個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問題 它的 eigenvalue 為什麼一定要是real OK 那這個事情 我們要透過complex來處理 這是這個證明者的特質 所以如果A等於AT 折縮的 eigenvalue 我們處理R 那我們處理的方式是這樣 你先把A 把它想成在complex裡面 就想成一個complex operator 那好處是 這樣子你就有說那個A 因為它是3 OK 所以呢 呃 我假設在那裡頭 呃 想想看 假設我可以找到IQM AU 這邊找 等一下 這個地方 我覺得沒有怪 我已經改錯了 所以U是屬於CN 因為我剛才有點可疑 我怎麼知道U是屬於R U是屬於CN 所以我現在的 eigenvalue 假設這個是Landa's eigenvalue 然後 我現在還不曉得它是不是complex 不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real 然後 我有這件事情 你現在得到這個式子 因此我現在有這個式子 所以我有AU 加BOB 等於有Landa U 加BOB 做它 那因為A本身是 呃 所以你得到 A U U 8 U 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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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來想像的好像更快 其實沒有 好 所以我現在得到了這兩個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 呃 所以我下面呢做下面這件事情 我去考慮A U bar T U 考慮這樣的東西 呃 完全用剛剛這邊做過來 那你注意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取 這邊要取的是U bar 是這裡 呃 然後這個只是把 Transport只是把它取成這樣 所以我做一個類似 就是普通的運算 好 舉證運算 那因為AU呢 等於Landa U 所以我得到 U bar T A 啊 這邊得到Landa U 好 所以這邊得到 Landa U bar Transport U 也就是它點Landa U的長度 平方 那一樣 這邊做類似的事情 好 這邊得到 A T U bar T 好 好 這件事情 但是A T呢 是等於A 好 所以我把它 應該怪怪的 寫在這邊 A T U bar T U 這邊肉形 直接把它寫過來 好 然後這個地方 A T 等於A 所以選A bar T U 好 但是AU bar 等於Landa bar U bar 所以我得到 Landa bar U bar T U 好 所以得到Landa bar U的平方 好 好 知道下面的事情 那這兩個事情 比較一樣 所以Landa呢 其實要給Landa bar 這樣 Landa給Landa bar 所以 呃 這邊唯一的問題是說 Landa 也許等於0 但是那樣等於0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就假設 所以Landa 等於Landa 不好意思 得到Landa 注意 OK 好 呃 注意一下這個證明的想法 我不是可以得到script 完全是透過C 不然你本來留在real 其實很難說明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你是透過C去說明 反正就把所有Igon value全部取出來 然後再去說 這個Igon value其實必須是real 這樣子 那中間的證明 呃 其實還是用到一個類似 剛剛左邊的那個寫法 這個概念 所以它還是運用到 但是你要注意它運用到某一種 如果是這邊 如果是這邊 因為這個地方你可以說 它就是普通的實數內積 普通的實數 就是RN裡面的內積 就是這個整個想法 就把AUG做 然後取了Igon value Igon vector之後 跟另外一個Vector 做InnerPolar 其實是這樣 那這邊的做法裡面呢 其實照理說也很類似 因為你可以看到 至少就代入計算上 矩正計算上 看起來跟左邊好像差不多 唯一的差別 就是這個地方 它用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 就是複數裡面的東西 那目前我們知道 這個U bar T是U 得到這個式子呢 就是純粹就是計算而已 你就是知道說 我如果給你一個U 我取它的bar 跟U相成 剛好就是 就是 U假設是 我把它稍微寫清楚一點 U bar U 下下就是U1 在 U方加上 YouTube的平方 U1 好 那我並不是用了一個技巧 目前看起來好像 我特別用的複數裡面 一個特別的技巧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還蠻重要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推廣 所以要到複數裡面的時候 那這就會變成基本的東西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還未能看到這個東西 好 這是第二件事 好 最麻煩的一部 那 要證明這一部 其實啊 寫起來倒不是太難 比較難是說 這個證明為什麼不對 因為我要了解領答題 領答題 通常問題都會是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某種 為什麼 那你通常他了解領答題 為什麼這對 你可能就是得 回到 K等於1、K等於2、K等於3 中間你稍微看一下 你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對 那你當選有時候這樣看很容易 有時候其實也不是很容易 那那種就是屬於比較神秘的 好不好 我下航課進去這個3 我們還是一氣喝才把他講完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三的證明 三的證明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到哪裡 已經知道所有Igb的都是real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有 就Geometric Multiplicity 跟Igbred Multiplicity 是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把它完整的對準 OK 那所以想當然 好像我們應該要去處理這個 Geometric Multiplicity 所以要想辦法去說 他應該是好好的整個Division 應該等於Igbred的Multipplicity 但是這個證明 我完全沒有要做這件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要說 我們來看一下 By induction on N 好 是 Metric Dimension 那 N等於1的時候 當然對 沒什麼好取的 因為N等於1就是一個數 你就取S等於1好了 這當然是對 所以N等於1是對的 假設N等於K 假設N等於K 是對的 好 假設N等於K 那我們來看K加1要怎麼做 所以你現在面臨的是 你在 你在 你A呢是屬於S K加1 然後這個是在 K加1上 彈式器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它的IgonValue 它有IgonValue 所以至少至少我可以找到一個IgonValue 好 就取某一個Landau 它是RealIgonValue 所以呢 我取AB 等於LandauB 這樣子 那現在都是real 我剛剛借到那個 複數已經結束了 好 現在都是real 所以Landau是一個realIgonValue 我找它的某一個IgonValue 那我們知道任何一個IgonValue 至少有一個IgonValue 好 所以我反正我就取這個 所以我就令U1 等於V 除以V 所以換句話說 我要把它當作Orthonormal Basis 第一個 然後呢 extend extend to Orthonormal Basis 得到U1 U2 一直到U K加1 所以換句話 我就是找一組Orthonormal Basis 其中第一個是我那個 那這很容易 譬如說 你就把V 當作Basis的第一個 然後你隨便取一組Basis 然後用GrangeMid GrangeMid GrangeMid第一個 就會給你U1 然後其他反正 你用GrangeMid 找到一組Orthonormal Basis 這沒有什麼困難 那 接下來其實當然 接下來我要講這個事情 其實有一個比較快的說法 我把它擺在細節 或等一下我再說明 因為我目前這樣講的 這個比較輕鬆 也比較簡單 所以我現在利用 這組Basis去寫那個曲證 因此我得到這個A 我把這一組 覺得這個B 還是我 還是我就直接 我令S 等於U1 U2 UK加U 因為它是熟動Basis 你記得它是熟動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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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熟動Basis 這個等於S inverse 所以我有S inverse A 我寫T S 會等於 這是Landau 這是0 因為第一個是 Argument 的關係是0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我把它叫eta T 就是某一個 我把這邊的東西叫做etaT 也就是某一個 K K向量的Transport 這是一個特別的寫法 我把這邊叫T 所以右邊其實沒寫什麼 右邊其實就是 簡單講就是 心心心心心心 就這樣 我只是把它拆開來寫 這個叫做T 就是這樣而已 好 但是這一餐呢 我們來看 我們還沒用到A的特別性質 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沒有用 這用到Nandau to read 其實用不夠 但不管怎麼樣呢 這邊我們還要再用一次 所以我們考慮它的Transport 那因為A是 Symmetric 所以這兩字一樣 對不起 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對稱局的 簡單的講 就是我考慮一個對稱局證 我現在取它的 這邊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它這個整個東西是對稱 其實跟S 它這邊是取inverse的無關 重點是 這個地方寫的是Transport 它才會 它才會 這個地方再取Transport 這兩位一樣 但是 這個地方通常是寫inverse 所以 inverse跟Transport 可以互換的 衝要條件 是因為它剛好是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雖然是S inverse 但其實也是 同時是S的Transport 所以 現在取Transport 所以兩位一樣 所以這邊也是對稱局證 但是 這個局證 在寫在這裡 所以你對稱以後 就變成Landau Eta 0 然後 B T 到這個結果 但這裡要一樣 因此我們就得到兩件事 第一個 Eta 要等於0 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B T 所以換句話說 我重新寫這個式 它其實應該要等於Landau 0 B 其中B是Symmetric 那就太好了 因為 再過來當然就是用 Induction Hypothesis 所以你先Land Q T B 等等 因為我們知道它一定可以對角化 然後你再取S Hat 還沒有玩 然後你再取QT QHat 等於1 0 0 0 Q 因為我們要Extend這個局證到 K加1 本來這個Q 這邊是KJ而已 這邊是K 所以到這邊變K加1 然後我把它乘進來 所以變成 去 我就把它寫出來就好 所以我現在做 A A S S T 然後再取QHat QHat QHat T 做這件事 那 這個地方變成QHat T 中間這部分呢 就是 Landau 0 0 0 b 然後這是Q Hat 那乘進去 那block 因為這邊是E 所以這寫下來 就變成Landau 0 0 然後這邊是大的Landau OK 所以對角化就做完了 那剛才有一件事情要小心 是這個 是不是 是 是 但是 因為 Q是 所以加上這個 也是 因為這等於是把 Space分成有一個特別的 R的方向 跟它垂直的方向 所以這邊呢 Orsonom Base 這邊都是0 加上這邊有個 E 這邊是0 算一下就知道 OK 如果0 那麼不放心 就算一下 因此 這個是一個 Orsonom S是Orsonom QHat 是Orsonom 所以 這個 我手有管 他這樣就正完了 OK 那 習體是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邊 用了某件事情 他其實這個東西是用到 你們可以去證明的 現在RN裡面 如果V 假設是A 假設是A 假設它是A 就是 RN裡面有一個 invariant subspace 你現在考慮 V hat 則 它是垂直的Compiment Servant Compiment 這個也是A 好 這個 證明 是Exercise 我們用到這邊 其實 因為如果可以 這個CD可以用 那這邊我就不需要特別 再去寫這些東西 因為我現在取Landau 這個是 Igonvector所span的那個空間 那這個當然是invariant 因為它自己裝到自己 因此呢 你就直接取V的Compiment 就可以了 就取V 本來取它的span 這個space 然後取它的Compiment 所以它的Compiment 依照剛剛那個Exercise 這個Compiment 也是invariant 所以你在這個Compiment裡面 去取一組 隨便取一組 basis 反正它寫下來以後呢 這個地方就自動是0 這樣子 因為我們以前有講過 如果你是 都是invariant space 然後它又把它 拆成Compiment的話 那你寫成矩陣 它就直接拆成這種block form 就是 off diagonal的部分 一定自動是0 所以你這邊其實也不能用策略 它就自動一定要寫這個 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直接往下震 就好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 這個證明的induction 不隨便可以往下拉 其實主要 基本上是這個頂 基本上是這個頂 好 因為你隨便先取出Icon 對Icon 伸出第一個 然後把這個第一個Compiment 取出來 然後你就自動降維度 降維度 因為induction 就對 意思就是利用類似的協法 把它協出來 嗯 這影大平為什麼對 這個 你要 要稍微想一想 譬如說在二維的時候 你能不能很自然的 去想出它為什麼是對 那二維是比較簡單的 好 二維反正你取了一個 eigenvector 它垂直的那邊 你可以想像 它要嘛 它也是跟它一樣 同樣一個 eigenvector 那如果是這個情況 就是 你的 eigenvector 就是二維 然後你自動形成兩個 不想垂直 這沒什麼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它其實是另外一個 eigenvector 但我們前面一已經證明過 它如果是另外一個 eigenvector 它其實一定會要跟它垂直 好 一定會垂直 所以 那這個自動的那邊 一定也是inverium 所以 它會自動拆解 所以它一定可以變成這樣子 先麻煩的是三維 因為三維你還是做一維 所以你要把它降到二維 然後二維裡面 你要能夠說明的 它其實是inverium 好 文憑已經說明它是inverium 因此你可以把A降到那邊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 再做這個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有點像 你重新解釋induction而已 但這事情有點難說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 你通常解釋induction 本來就是有點像在解釋 為什麼induction的那個process 你可以一步一步到上去 現在問題只是說 它是不是transparity 馬上覺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應該是對 這樣子 那通常你如果怎麼想 都覺得還是很神秘 那就是你用到一個比較深的東西 就這樣而已 好 好吧 我沒有要特別去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利用這個步驟呢 我們大概把 書上第一節裡面的重要東西 就是講完 因為書上第一節 基本上就是在講 Symetric Matrix 可以Dagonalize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 我們來考慮一下 考試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例如說 禮拜三 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此要移到禮拜五 就只有兩個時間 好 禮拜五 我沒有一直要演 因為 往後演 我就會開始考慮 我還不知道考今天講的東西 所以 其實就不要演 我想 完整的就 就考他個兩張這樣子 沒有特別 那我們就禮拜三喔 好 那因為只有兩個鐘頭 剛剛有同學跟我講 可不可以稍微延長一點 但是 因為稍微延長一點 我就又要變成 禮拜來 給我找個地方考試 或者某一天晚上來考試 我不太確定你們 願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雖然是其中考之後 本來大家就應該很用功 好 我也不是很確定 好 但是 呃 我是覺得不要弄得那麼緊張 比較好的做法 是往題目處簡單一點 就是 就讓大家不要緊張 但是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 好像不太成功這樣子 所以 我可能還要再試一次了 好啦 所以我們還是正常 禮拜三考試 我promise 那萬一沒有成功 反正我也會試圖 就回來 好 因為我 我是有點生氣 好 對 因為它現在是10的 eigenvalue 我們剛才證明說 A 它是一個十舉證 然後一定有10的 eigenvalue 我已經證完了 那 在10的裡面 任何一個 eigenvalue 一定可以找到至少一個 eigenvalue 這樣 所以當然 因為我只需要一個嗎 我只需要一個 好 那 接下來 書上有一個事情 他有一個事情 沒講 書上講了一個例子 其實這個例子喔 對他來講 是串場的例子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照理提一下 因為這個一直到第三寫的時候 都還會在考慮這個問題 就是說 A如果是symmetric 那麼A呢 會把s1 s1就是單位的 就是x平方加y平方的 eigenvalue 把它送到拖延 那這個雖然是各位 已經知道的事情 呃 事實上 你根本不需要是metric 事實上是 你任何linear transformation都對 那 書上就故意買這個簡單的伏筆 就是 反正現在這個地方先談一下 然後 他其實還有這個問題 一般的你怎麼簡單證明 譬如說這樣子 這個 我現在應該不會特別有什麼問題吧 就是說 至少第一個 你知道這是對的 那現在其實要證明 你現在回想一下 symmetric 是什麼意思 好 因為 symmetric的話 就是 把普通的 對角的 矩陣 把它用某個角度去看它 這個角度是幾何的 就是只有旋轉而已 那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本質 就是一個 沿著主軸 再放大縮小的 map 那既然是這樣 s1 連著主軸放大縮小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其他地方跟著動 那基本上就是椭圓 所以這個沒什麼好講 就算你把它反過來 做reflection也是一樣 所以 痾 既然symmetric的本質是這樣 那這樣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這一定是對的 那如果一定要把它 寫得稍微清楚一點 我們可以這樣寫 書上是這樣寫 就是說 我們當然通常 你如果是在 你如果是普通的 呃 對角的矩陣 那你%t %t 透過對角的矩陣 Landle 1 Landle 2 我不考慮退化 我講這個Landle 1 Landle 2 所以你會得到 欸 喔 因為 一到這邊我就習慣看這寫 高中寫 高中寫 那寫這樣 你們都知道 腿的參數是不是 就這樣 沒什麼 那現在在一般的signature之下 呃 這有兩種寫法 呃 做 做度表變化 另外一種比較簡單 就直接 你把軸畫出來 就這是u1 這是u2 其中u1就對應到Landle 1 u2對應到Landle 2 這樣子 因此呢 你重新把這個 圓的 喔 單位圓的參數是 寫成cosn t u1 加上sign t u2 好 這個寫法的本質 就是這個 這樣子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現在你把basis 用了 就轉動 或者做refresh 反正也換成 稍微有個角度 這樣子 但原則上呢 這個 這就是原則參數式 好 然後你現在做 A 那是scalar 所以當然是拿出來 隨便 au1 加上sign t au2 cosn t au1 就是Landle 1 u1 I can back Landle 2 sign t u 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以u1 u2為基底 他其實知道有什麼多麼 所以他是一個好的基底 你如果以他為基底去寫的話 那他的座標看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上面這個寫法 你可以想成 就是 當我擺正的時候 你就是u1 u2的寫法 就寫在上面 那如果是 就是不是正的時候 你可以用u1 u2 當作你的基底 然後用他的座標去描述的時候 當我在計算寫成這樣 但是你用座標描述 因為u1跟u2就是基底 所以口點也就是前面這部分 所以寫下來剛剛好 就是這個面 所以是一樣 那唯一的問題是 就是你要確認 這個東西 因為你是alsonoma 所以你才能確認 這個東西就是你普通看到的 圓跟橢圓 那我這樣講但是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換成別的基底 你能一寫的話 譬如說你用u1 u2如果是一個斜斜的基底 那斜斜的基底 當你寫成cos t 你看上面這樣寫 這樣的時候 你從眼睛看到 它其實可能就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橢圓 所以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開頭 我就是已經在幾何的 脈絡裡面 我用r2正常的112 然後我做正常的旋轉 使得我保持所有東西都好 因此我才能好好去探圓跟橢圓 不然圓跟橢圓就混在一起了 OK 那如果你 你不是用參數字 假設你不是用參數字 你用坐標去寫 因為參數字很容易看 如果你硬是要用坐標去寫 就是你有A B B C 然後 從xy 印到 x±y± 是用千級印射的觀點去寫 所以xy 你經過這個印射 你印到別的點 所以我得到x± 等於ax 加上by y±等於bx 加上cy 不對 是應該我反過來 對不起 所以我想要知道 x±加y±等於1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 通常做的時候 要倒過來 寫它的反矩症 就變成 cx± 減掉bx± -bx± 加上cy± 不應該寫這麼大 好 寫這樣 然後因為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得到 cx± 減掉bx± 的平方 加上-bx± 加上ay± 等於delta 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這個普通 就是我所謂的二次性 你把全八合在一起 就會得到一個ax± 加上2bx± cy± 等於delta± 或者你把delta± 除過去 都可以 反正你會得到一個這樣的式子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判斷這是椭圓 這在以前高中式標準問題 對你們現在來講 就變成有些老師教育老師不教的問題 這種是所謂的二次曲線的標準化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要怎麼判斷 這個東西真的是椭圓 雙曲線 類似這類的東西 這個其實用 eigenvalue 也可以很簡單解決 這個我們等到第二節再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反正這本書 這本書在這一章裡面 他會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 聯繫這三節中間的一個基本問題 是很簡單 但是他可以聯繫 這三節所考慮的問題 他在這一節只做得最簡單 我應用這個事情 然後說明說 單位員可以應用拓圓 一個小小的推廣 大概就是說 你也可以考慮 在RN裡面 你可以考慮單位球 雖然誰也沒看過 然後可以考慮拓球 這個N簡易位 方法大概完全一樣 先問題只是那個參數字不好寫 因為你也沒看過 SN簡易位的參數字 但是你或許不需要參數字 因為從原則上來講 你所看到的圖像其實是一樣 因為我 有一個mature matrix 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說 它本質上就是所有的主軸 在勝坐 就這樣而已 那我現在如果假設 所有的IGV 有時候不等於你 就是沒有Degener的狀況下 我把一個球印過去 那等於就是所有的軸在做一些 有的放大有的縮小 壓來壓去 那至少譬如說三圍 S2那個單位球 有的拉長 就說的就有點像 就是說 好的情況像橄欖球 一般的像什麼 我就不太知道 一個扁扁的橄欖球 壓一壓的球 就是每個走步 一副一樣長的橄欖球 這樣子 好吧 所以我想 至少本質上 各位應該都還OK 就是確定這應該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要來做我們的第一個推廣 關於這一節呢 推廣是有些層次的 所以我先提醒你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事情是 第一個 它是矩陣 它是矩陣 就是說 我給你一個矩陣 A等於AT 所以它有個 對稱的矩陣 我在對稱的矩陣這個level 我知道 我可以把它 利用Orsogon的矩陣 把它對角化 這樣子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 要把這個推廣到 compress number overseed 因為在overseed的時候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定理 就是保證 我在恰當的condition之下 我可以把它 Orsogon把它 對角化 那 為什麼附屬根本虛幻的東西 我要去講它 其實剛剛好相反 你如果看很多 譬如說物理系人來修課 很多人其實眼睛會看著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量子力學裡面 所有非常重要的概念 全部都是complex 我已經講過 各位如果覺得虛度不重要 就根本大錯特錯 因為整個量子力學 全部構築在compress number之上 這樣子 因此它在這裡面 會學到很多關於 複數裡面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定理在 在很多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的應用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應該要講 而且應該要讓你們稍微體會一下 複數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像這樣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稍微 放下一點心 就是我沒有特別要去處理 至少不像前面 就是我本來有一個 10的問題 我現在要透過complex來處理 我現在要處理的這邊 其實基本上就是 complex矩陣 然後我要想辦法 要把它對角化 有沒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開始建立一些language 這個language是常用的language 所以我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首先是innerport 因為你注意到 我們剛剛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關於innerport 我們有一些本質的東西 我們用到 第一個是innerport本身 計算本身我用到 我必須要透過innerport 我才能證明剛剛講 譬如說我在判斷誰是垂直 然後垂直的話 因此我可以把它怎麼寫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innerport是一定要的 然後有osonal矩陣 所以我要有一個osonormal的概念 所以我在複數裡面 應該也要osonormal的概念 去談這個東西 那我剛剛只是簡單的稱之為osonal 但是其實當然它可能有別的用詞 那這個我們先晚一點來看 這個innerport首先我在上次已經提過 你不能夠非常拿硬 很天真的把實數把它推廣過去 在複數裡面innerport呢 我就講cn 我也沒有要講很深 我的意思是就是 我就是從rn到cn 我就過渡過去 那rn有一個euclidean的innerport 這個裡面已經知道很熟了 那現在就是複數你要取什麼innerport 所以我先把它稍微寫一下 好,definition 這個innerport叫permissioninnerport 但是也有人直接把它叫innerport 那這個dependent你是從哪一種觀點去想innerport 如果你是一開頭innerport 就定義在複數 那當然你就不覺得需要這個詞 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一開頭定義是在實數 所以你在實數裡面 你已經接受innerport的某種定義的話 那我在這邊就必須要加上一個permission 提醒你 這是overcomplex number的innerport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因為路徑很準確的結果 所以我只是提醒你 有人就直接把這個講innerport 換句話說 在複數裡面 自然的innerport就是我講這個 所以才會有人把它叫 就直接叫做innerport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假設我有兩個複數向量 那我用什麼字 我寫U 所以U就是U1到UN 就是V1到VN 那這個innerport我把它寫成這樣 我不特別去 就是我故意把它寫成這樣 那這有個原因 是因為我在接下來 又要講一般的innerport 大致上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要把這個記號帶回來 也就是說呢 除了十數的innerport之外 我基本上都用這個 就是這個 尖括號去表示innerport 我的定義是 好,這有兩種選擇 我選擇這個 好,這樣子 也沒有太難 但是至少 它不是十數的推廣 它要用到bar 那我用到bar的這件事情 大概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剛剛在前面 證明了說用到的那個原因 因為我在計算 U跟U內積的時候 你可以確定它會大的能力 這主要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 把它們稍微 比較一下 RN跟CN的比較 反正要啟動考虎 腳慢一點 這個innerport 我們以前有X跟Y 等於Y X 這是對稱 但是CN寫來沒有 因為它有一個 那個conjugation真能源 所以它其實 會得到這樣的東西 UV法 UV法 你們不要一直覺得 感覺很討厭 其實感覺真的很重要 你們要建立起 喜歡它的性情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呢 因為你以前會覺得 這個symmetry很重要 所有東西當然有symmetry 才好 這樣子 那這邊呢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 conjugate symmetry 好 conjugate symmetry 就是 cement is under conjugation 第二個 第二個 你可能會更加的傷心 這個 這是百linear 就是X加Y Z Y X Y Z Z 然後Landa X Z 好 這樣子 那 這是為什麼 innerport叫 是billinear form 的一個 特別的性質 那billinear form 我們還沒有非常非常正式去談 雖然我在 上學期 講英特port 我有稍微談一點點 那本來重點就是說 你如果 固定Y 你去看 討論這個innerport 你發現了 它是linear 意思 in這個sense 這邊如果取X加Y 那其實它可以先這樣 如果Landa 的話Landa 可以提出來先這樣 那因為它是對稱的 所以這個 性質對 後面這個也對 所以它叫billinear 它對X是linear 對Y也是linear 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如果要很多數 我就再寫一個 不然的話 你就把這個對稱移過來 然後去說明它 這樣子 它反正在第一項 跟第二項 都有這個性質 CN呢 CN的這個 加法的部分沒有問題 就是u加vw 這個等於u wbw 這項沒有問題 但是牽制到這個就比較好 這個 但如果Landa 在前面的時候 它提出來的時候 在加把 但是如果Landa 是後面 我把他寫到後面 u Landa 但是在第一個component呢 也許我們就稱為它叫conjugated linear 因為你多了一個conjugation 你需要做conjugation 只要目前為止 這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好的東西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那第三件事情是 我們知道x dota x 這個大於等於0 而且等於0 等於0 if and only x等於0 這樣子 這個倒是對的 u 會大於等於0 而且等於0 而且等於0 if and only if u 這樣子 這樣子 換句話 這個一部分 倒是跟實數完全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付出這整個定義 其實是為了最後面這件事 也就是說它需要有一個長度概念 因為你英特工廠同一個u 你用內域去做的時候 它要得到它的長度 這個是它最重要的 它要保持的東西 所以它有整個 它要大於等於0 而且它等於0 剛剛好 就必須要等於0 它為了這件事情 我想 好啊 你想辦法自己再付出 看你能不能湊出 有一個更漂亮的 然後 盡量 盡量滿足這個 通常是不行 因為你要有這件事情 你就需要contragate相扯 你就要contragate相扯 這些東西就無法避免 所以這是一個 當你要談複數的In-earn-polar的時候 你要分清楚你想要保持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任何方向感 其實複數你要怎麼定就怎麼定 數學裡面 因為你朋友在學數學喜歡講說 我就定一個規則 我就自己來發展一個數學 你是可以啊 不過要看人家要不要用 好 那這個地方我想 重點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有 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要定一個 想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我先注意到這個地方 我們注意到這邊的寫法面 如果你寫人舉正相扯的時候 其實我先把這個 我先觀察這邊 所以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如果你以我們通常習慣的 矩陣成法來寫 因為這邊我已經寫出它的向量 這是向量 所以呢 用普通的矩陣的成法 這個地方要寫成 呃... U-bar 然後呢 要加transport 因為你是矩陣相扯 你要做In-terpolar 所以這邊要寫成這樣 所以 我可以這樣講 U-V 從... 從... 從這個定義來看 其實就是這樣 OK 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用矩陣去計算 In-terpolar的時候 呃... 我不能光是transport 我必須要左邊這樣交往 其實... 呃... 其實也就是這個多的這件事情 那因此呢 我們值得 來定一個東西 就A 如果是屬於 N 雖然我不需要到那麼多 通常是不太需要 但是... 我假設我有一個 N N by N的負數矩陣 負數矩陣 我定義 這個符號 A star這個符號 它的定義就是 A的bar加T 那... 呃...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你如果開始觀察到 你在實數裡面做那些計算 我們把A有時候擺在右邊 有時候擺到左邊 那你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A跟AT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樣子 因為你在處理In-terpolar的時候 就我們剛才寫的 AUVT 一下A擺到右邊 一下A擺到左邊去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這裡面 創造了很多 呃... 我也需要做這個計算 因此在我自動把A要轉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需要一個類似 A的Transport的東西 但是不是Transport 這樣子 我需要的是Transport的加法 所以在負數裡面呢 這個東西反而是重要 比Transport還重要 這樣子 也就是說它以後要扮演的是 在real裡面做Transport的角色 這樣子 那這個有個名字 這個有時候叫Transport 叫半水 叫半水矩正 那這樣譬如說 我們就有 請按照我們剛剛寫的UTAV 譬如說這樣子 我就可以寫成 啊不是 因為負數要加什麼 啊 不是 因為複數要加什麼 但是同時 這個也等於A STOP 好吧 其實應該這邊要先寫一下 如果加上那個定義之後 這個地方其實就可以寫成 USTOP 定義定 簡單 這個就比較像 是矩陣乘法 那這個STOP本身是有包含Transport 所以它還是把它倒過來 只是要加BOP 這樣而已 去做這個乘法 好啦 所以 這個地方 如果是這樣 我們要考慮 U的 STOP AB 那一部分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這個乘過來 其實要寫成A STOP U的 B 那這邊其實用到某些特別的性質 所以我要請你去證明 下面的一些都不行 S3 JS3很簡單 習體有分難跟簡單 這是簡單 我看看 我有沒有把他寫來幫你 欸 真的沒事 學他就學 好不好 隨便解決吧 我們當初學Transport的時候 我們也做過一系列的細題 就是說 跟Transport有關係的 那現在我只是想要STOP 齁 呃 也許我們還需要的是這個 好 也許我們還需要的是這個 好 這個東西 那 呃 呃 這些東西其實在Transport 也大致上都已經見過 Transport這個是對的 唯一的不一樣是這個 因為Transport是real 這個地方是 Scalar拿出來 AT的T等於A ABT等BTA 都一樣 這樣子 所以你要稍微想一下 應該就很快就可以知道 好 呃 他有什麼意義 也許比較神秘 但是如果從代數運算上來講 其實是還好的 就是一個加化的運算 就這樣而已 所以 喔 對 所以這邊加START以後 呃 這個地方我用到ASTSTART OK 就才能夠寫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就Innerport來講 他看起來有一個 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 U AB 等於 AST U B 就是 我考慮A 作用在V上 然後跟U做Innerport B 那這個式子本身 我們後面還會用到 你現在就看 你看它至少有一個 對稱的樣子 讓你看到 為什麼這個我們看會有Jone 就是它的伴隨 因為A在這邊 如果你附帶 你想要把它作用在這邊 那你就要取它的Jone 然後兩邊都會下紅 是的 不然 不過 我現在就應該把這可能性能太好 就這樣 好 好 現在下一步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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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